来看这16岁的少女是吴兆 骑借来的机车载着61岁男同事去上班 但是经过一处路口回转的时候 跟后方车辆发生擦撞 少女手臂骨折 但是后座男同事头部重创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 张姓女骑士骑车载着黄姓男子 路口前往内线车道要回转 跟后方白色轿车发生碰撞 机车喷飞骑士跟乘客总摔在地 骑士赶紧起身走去查看男乘客 但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救护车到场女骑士手臂骨折 男乘客意识模糊 头部受到猛烈撞击 颅内出血 送医抢救还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 台中后里三丰路三段 这个路口就是案发地点 事发时间是13号上午7点多 骑车的16岁张姓女骑士吴兆骑车 载着61岁的黄姓男子 两人是同事要去上班 但却在距离公司前 只剩10公尺的地方发生碰撞事故 双方没有酒驾 出事的机车不是女骑士跟黄姓男子 所有警方表示将追究车主责任 另外等两人身体情况许可 将制作笔录厘清事故原因 记者中部综合报导 卫生女骑士 integrity h贼 卫生女骑士 语